好了 观察南韩社会 最近南韩出现了一个新的族群 在影音社群平台上面的点击 动辄就破百万 叫做Carport族群 可以说是清贫的开豪车的族群 他们追求买下超出自己经济能力 可以负担的昂贵名车 宁愿从此负债过日子 而且都是基础不稳的 20岁到30岁的青年 这个Carport的族群 跟社群媒体的普及非常有关 因为在社群媒体的渲染里面 一直根深蒂固有一种比较文化 变成了一种集体社会文化 帅气敞篷车是多少人的梦想 有机会认谁都想搭上一回 在渴望开豪车的社会风气之下 南韩出现所谓Carport一族 就算负债也要买下名贵车辆 连韩卡普尔族多半集中 打开社群影音平台 关于Carport的题材五花八门 且几乎都能突破百万点月 为何南韩年轻族群 会对Carport趋之若鹜 负债也要过上量力人生 比起乘车感下车时旁人的视线更加重要 这些是南韩卡普尔们的治理名言 他们不在意车辆性能 只在乎开豪车时周遭投影的羡慕眼光 观察南韩年轻世代消费趋势 如今出现三大现象 除了沉迷炫富 因为享受活在当下 经常是有多少酒花多少 还对年轻多惊高度崇拜 社交媒体的比较文化 助长这一波炫富潮 让南韩青年更加在意旁人视线 但这一群卡普尔上传和高贵名车的合影 也被网友戏称 可能是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贷款买下豪车只享受一个星期 最终承受不了庞大经济压力 只能放弃卡普尔人生 专家警告冲动形势的后果 就是很可能陷入恶性循环的逆种 由于办理车带容易 加上社区媒体改变消费价值观 南韩青年卡普尔现象越来越频繁 经济学家点出 这其实和社会贫富差距扩大 事业率高低薪高房价等 世代困境脱不了关系 那么这些人为了为了想成为了 卡普尔人生成为了 这些人为了想成为了 这些人为了成为了我们的世界 这些人为了想成为了 这些人为了想成为了 TVBS新闻 中科巴道 中科巴道 中科巴道